各位路人嘉乙丙丁,大家好 最近我们来谈颗粒大小与名称之间的定义 颗粒大小其实是影响土壤性能最首先要被考虑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颗粒大到一个程度,你可以在上面雕刻 小到一个程度,你眼睛看不见,而且它会在水里面漂浮很久,不会沉下去 这就表示了,其实它们在力学上面的性能差异非常的大 所以科学家为了方便起见不同的颗粒大小的石头就给它不同的名称 这样子在未来的沟通上面有很大的方便 好,所以我们这一集要来讲的就是不同的颗粒它的大小的范围是多少 它就名字叫什么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坐标轴,它的横轴是这个颗粒的直径 那我们这里的单位使用MM,那这是一个对数坐标 你会问说,诶,老师你为什么不使用算数坐标就好 那你可以想见这个对数坐标呢 从304MM一直到0.002MM 如果你用算数坐标的话,首先你要准备一个30公分以上的尺 然后呢,这个0.075和0.002都会被集中在一起,看不太出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使用描述颗粒粒粒的时候,我们要使用对数坐标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各个区间很适当的把它展开 让人比较容易一目了然 好,现在我们就来说明各个不同range 里面的石头叫什么名称 那我们就从最大的开始 首先如果这个石头的直径大于304.8MM 也就是12英寸的话,那就是归类在巨石 那76.2到304.8MM就叫卵石 那如果在4.75到前面这个range 就叫粒石 然后呢,2MM这个叫粗砂 然后0.425这个叫中砂 0.075这个叫细砂 然后0.002这个叫粉土 然后小于0.002就叫黏土 那性质上来说,其实最基本的就是透水性 透水性其实是从巨石最好一直到黏土最差 这是其中一个 那今天如果给你一块土壤里面包含个各种不同的颗粒 那你要怎么样去把它分类出来呢? 其实太大颗的颗粒呢 我们使用是用卡尺去测量它的力竞长度 然后再小一点的呢,我们是使用筛分析 那筛分析其实它有筛号 这个就是4号筛,对应就是4.75 那这个之后我们会再说明 那也就是说呢,在4.75到0.075这一段 我们使用筛分析去把它的大小分出来 然后再小于0.075mm 也就是200号筛可以通过的那种非常小的颗粒 已经是筛无法去再更新分出来的话 我们就用比重计分析 所以这边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细节就是 就是使用筛分析的它名字一定叫做沙 什么沙 粗沙、粗沙、细沙 那使用比重计分析的就叫做什么土 譬如说粉土和黏土 那使用卡尺测量的话 我们就归类叫做石头 粒石、卵石、巨石 那在土壤力学里面呢 有分粗料和细料 基本上就是以这个200号筛去分 也就是使用筛分析的是粗料 那使用比重计分析的叫做细料 那至于以材料的观点来看出骨材和细骨材 则是分在沙和石之间啦 不过这个土壤力学比较没有用到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拜拜